留下来的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 接通各地港桥 建尼地政经 冯志正 欢迎来到建尼地政经 今天有嘉宾 我的旧同事 张志军和我们一起 这一集很有趣 一来是一个试播的 还是集数 二来我们找旧同事之外 感觉上都是一早一晚 在香港 我应该这么说 都叫比较少有多critical的节目 我负责就是在夜晚做光明顶 还滞留在香港 成功逃出了香港的张志军 在自由的世界 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是不是开心一点 是 讲句话都舒畅一点 在这里 你都随时可以逃出的 你不逃出而已 你禁远困在这个牢笼之中 继续为大家发声啊 那牢笼里面有些角色是要做到先 真的在里面才做到 我记得最后一集在YouTube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是为什么有时候要在FM广播呢 因为有些地方只能在FM广播 但是呢 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节目呢 就是这么久都没被人拘捕呢 都是一个奇迹来的 都是的 没拘捕人封艇啊 是啊 我作为一个待被捕的人 和作为一个已经跑掉的人 有没有什么教路的方法呢 因为你呢 这个疑犯 你为什么当时在香港都没有出事呢 我是很守法的 首先 国安法这些我们绝对是熟读先的 我们都尽力去守那条法例的 所以呢 我到我逃出新天那一刻 我都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所以有些人说我走得很高调啦 或者为什么不走才说啦 因为我一直都研判自己是 其实是没事的 那就是法例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守法的 那特别是在这个叫做 有牌照的广播机构里面做的 其实我们真的尽量去跟随 就是我们以我们认知的范畴里面 就尽量去跟随啦 那你自己都是做这个 你应该都 大家都是守法的啦 我守法的 我守法的 我旁边的主持未必的 不过你不要 你拉那个就可以了 不要拉我 我供他们出来 那些长臂管治那些 你去搞定 是啊 但是呢 要问一个有趣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paradox 那个吊诡的地方呢 就在于当香港一直传有光明顶 情浪 情浪早晨全餐这些节目的时候呢 同样地我们也都说香港言论自由是在少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有些听众也好 有些朋友也好 哎 你们都没搞定啦 那就是还有言论自由啦 那你作为局内人 就是在情浪早晨全山 就是我们经常说最感言的香港女主持 是的 是是是 那時候還是香港的女主持 我真是挖苦去死 幸好我現在不在香港 我那時候其實是看著光明頂做一個指標 光明頂一倒閉 我就走了 或者是 都是有一個指標 如果想文匯大功的話 我就會走了 如果點名的話 我也是會走的 點名的節目 或者點我的名字 我應該都是會走的 如果光明頂被人接了 我也是會走的 我點了 陶先生點了 夢翁差點了 那你就勇敢 你在香港最勇敢的男主持 又推翻我去死 但其實真的有問題 其實我們是秘賭的 我明白的 有大公文匯點名 有人來示威 有政協不斷說很多話 但因為我們始終夜晚節目 你知道 雖然這裡說也對的 光明頂是很無聊的 夜晚我們可以說國際的東西 說文化的東西 那天那些東西太敏感 我們就說音樂 然後就說電影 我們是走的 但晴朗早晨全餐 沒有人懂得做的 一定講時事 而且我們是不講香港東西很久的 就是這個死者意義 我們都免得怎麼看的 但是 你是要天天面對的 你是不怕的嗎? 有時候從那個評論 你一定會想怎樣做安全一點的事 去到後來 其實國際不危險嗎 你覺得 你說台灣 或者你碰到一些所謂中國定性為 叫做假新聞的消息 新疆問題 這些是國際東西來的 都危險的 都不同 國際和本地的界線都不是那麼清楚 不是說本地就安全 國際就 即是本地危險 國際就安全的嘛 你有說到新疆的東西嗎? 新疆是很久很久之前 它還沒出來這麼高調 就是說這些假新聞的時候 是有講過BBC的報告 還有那些 他們用衛星影的集中營的情況 是有講過的 之後就沒有講過 我們講了兩三集類似的題目 我一集就是 一講有BBC出來的時候 那一集我們就請了一個歷史專家 去講清朝的維吾爾史 講維吾爾人是為什麼吃什麼人 另外就有一集就是因為出了這個柬埔寨的KK樂園 那我們就整集講什麼叫做弱勞勞 什麼叫做强制勞動 小數族的强制勞動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就不講新疆 不直接這樣講 我都避到嘛 你們避不到嘛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最後 新疆我當有問題啦 但是香港時事呢 一定要談論到的 比如說警察呀 冰球呀 全部都很敏感 之前就可能你離開了啦 但是剛剛出現的就是 暫時想說活摘器官 即是氣官捐贈啦 氣官捐贈 是啊 打新聞啦 你是不是看RFA呀? 我不看的 我很乖的 但是 捐贈器官 那你們要講的嘛 我們當然不用講這些啦 其實你剛才說了那單敏感話 冰球我都是照講的 冰球是照講的 某些界線呢 即是怎樣畫回我自己啦 即是我不知道他那條啦 我猜啦 大家都是猜測他那條紅線在哪裏 即是他一公里那麽闊 你很容易踩中的嘛 那我有些就盡量避免就警察我不說了 即是盡量真是 是很敏感的 其實基本上 一提他們都會有人投訴呀 即是小智就是那些聽眾 寫來公關部投訴啦 大致就是會去到off card啦 那警察真的盡量都不想提的 你說什麽都沒用 而且根本就 說什麽都是這樣的啦 是他超然的嘛 所以就警察去到後來真的不提的 19年其實是講了很多的 其實警察 但是《國安法》之後就真的盡量都免得不提他們啦 那兵協那些反而都會照講的 播錯國歌 那程朗都有評論的 其實 那條界線就是警察啦 還有就是 中央政府定義了很高點的說這些是假新聞的東西 這樣都不說啦 所以器官捐贈都難說的 如果在香港 你們有沒有說 我們有說啊 我們說那個說法是什麽 我們說是 總之政府做得好啦 類似的東西都是 哈哈哈哈 晚上節目嘛 我們走站位很多 所以其實這一個可能 反過來 由你們前線的新聞工作 或者媒體工作者裏面呢 可不可以反過來可以回答到呢 我們的言論自由有沒有受到影響呢 就是從光明頂這些 這麼娛樂向的地方說呢 就沒什麽所謂的 但是從你們的節目來講 你覺得19前和19後有沒有分別呢 那當然是很大的分別啦 就是晴朗早晨全餐19年開始 19年7月1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候開始的 其實 那就一年之後就是立了國安法 就是20年的7月1號就是國安法生效的時候 那所以整件事由19年那些社會運動發生 那你都會照正常的說 其實就是7、21、8、31 你都是照正常的去說 畫面上面的報道是怎樣的 警察是怎樣在車廂裡面打人的那些 那你都是照直的去說的 那評論上你都就是 是會譴責暴力啦 就是很正常啦 這些都是覺得你執法者那個畫面 或者是一個完全沒有危險的情況發生 你施放催淚彈這樣 那什麼都是會照直的去說的 那去到20年之後 國安法生效 特別是就是剛剛生效 都仍然我記得我第一集 就是7月1號那一集 我前一晚就在那裏刨國安法的 就是看完它 它11點才出的嘛 但是我節目是6點半的嘛 但是我都要看完國安法我才睡 那次一晚就在那裏刨國安法的 那我記得我第一天我都是照直去評論的 就是去看那些 那時候你不覺得有問題的 那你真的覺得 哇 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呢 那一集不知道嚇到假的 我希望嚇到假的 麻煩你 你那一集跟戴耀廷一樣的 以為47人案沒有所謂啦 是啊 那時47人案是連湯家驊都說沒有事的嘛 就是這樣初選 就是我們訪問湯家驊的 那時候湯家驊說 那時候湯家驊說 就是不應該是構成 就是會違反國安法的 那我就照着她說 那些用字很特別 和香港的法律很不同 那寫法照着她這樣說 但是你去到之後 就是慢慢在那些案件開始出 就是她會這樣去抓人法的時候 那你是抓不到條線 那你就自己去摸索了 就是變了 就是如果你看立場案 你根本上是做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她先抓了線的人 就是比如歐加倫博士那些 就是她會先抓了線的 那你就慢慢會小心 就是蓋檔 蓋蘋果 蓋立場之後 那你就 就真的 那個壓力就開始出現了 就是不是有人跟我說 說你什麼什麼不可以說 但是你看著其他同行 這樣去被人抓法 那你就真的 我其實不想坐牢 我是一個守法的市民來的 再說一次 所以 所以就是會自己去量度那條線 其實我也想問 你是從哪一個時候開始 感覺到壓力 要選擇決定離開 因為你想一下 譬如今時今日我們做節目 你天天做 你不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哪一刻我要走的 那當然 我們某些主持要去一場旅行的 那去一場旅行的那些主持 很多主持去一場旅行啊 現在 也不止晚上 是啊 但是有些主持去一場旅行 是影響到我的 因為我要和她錄一個月的節目 所以我記得 每晚 那我是完全知道 有些不同的時區 這個月 這個時候 下個月又另一個時區 是啊 那你知道她 我本身一個月後 她會回來的嘛 我錄了一個月罐頭而已 那怎知道 原來下個月她都不回來的 這樣 但是不要緊 那你呢 你是從哪一刻開始 你真的看到些什麼 你覺得 喂我是時候要走了 是很清晰的 其實我要走的時候 就是 當我知道這個 李家超 是會成為下一任特首的時候 那我就決定要離開的 因為我一直都考慮 究竟這個節目之後 還能不能做 就是我可以做的空間有多少 那大家記得就是 那時候 都有些的風聲就是 說的是李家超 還是裁爺陳茂波 會上位呢 那很簡單就是 如果她上面是想香港 叫做 由亂專制 由自及 起碼我們發展經濟 那一個財經官員上去 她就很合理的 但是就不是啦 是一個保安體系的 就是行政經驗 是 大家相對來說 覺得真的不多 一個人去做行政長官的話 那我就覺得是未完 那件事 也都是會繼續 那個空間是 是會收窄 也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那現在你見就是 警察都出來說 24小時幫助傳媒的內容 這樣 那是真的 沒得做那一刻 我就覺得 我是想繼續做 就是那些人說 不做就可以了 這樣 不用走的 我是想繼續做 我是很喜歡開咪 講話的 那我想繼續做 那我就唯有 離開這個地方 繼續做 那你那時候應該有兩個決定出現了 第一件事 就是不做這個節目 還有離開 但是你是把兩件事 拼在一起 就是你可以說 我覺得商臺很煩 那我不做 那我出去搞YouTube 那我起碼少一些人看 不用收頭數信 OFCA又理不了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可以繼續在香港 貼近香港時事 另一種的做法 就好像你現在這樣 又做YouTube節目 又離開 但是為什麼你會選後者呢 嗯 其實我覺得繼續在香港做 有些人你也是會擔心的 有些人你也是會堅持的 不是沒有拉過網台的節目主持的 有的 所以在香港繼續做YouTube 對我來說 都不是一個選擇來的 所以就變成 離開 商臺和離開香港 變成是同一件事 我好像 但是很大的決定 辭職兼搬屋 是啊 是啊 搬屋 很神奇地就是 商臺是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一直做到我離開香港 而我現在住的地方 就是我以前在香港住的地方 我從來沒有搬過屋 一搬就搬去英國 都是一個 一來就全部都是急劇的轉變 我覺得我這個年紀 我又會想嘗試在外國生活的 就是除了說要離開香港 香港也是一個很令人窒息的地方 現在 我是想嘗試在其他國家生活的 如果個人來說 我都感覺到比較窒息的 說真的 去到英國 去香港其實最窒息的地方 是你發覺商業世界 又感覺上不是運作得很好 氣氛不良好 那我們上班更嚴重 我不知道你 其實我們上班 月遊在那邊踢爆 其實光明第一上班很輕鬆 我只是看一份新聞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我們基本上是看著新聞間一單來做 就是客氣做到爆 原格來說 我們有研究的 我們平時回家要讀書的 因為陶生會問書的 作為一個商台最受歡迎的節目 你這樣說 遮採遮採 是 但我們真的可以客氣 因為有時候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就同一個題目我們講久一點 你可以避免到很多東西 但是你們那時候最慘的 其實我完全 我以前是做過早晨節目的 我很早年代 我還沒入商台 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 紫君姐是我前輩來的 你入了我很多年 據我了解 真的不要爆你 是啊 但是我之前服務那個台 是和盧密雪一起做早晨節目 在DBC 就是現在都沒有了那個頻道 是啊 但是那個時候是辛苦的 因為我是要靠記者 Feed了一堆資料 然後我上午六點鐘起床 然後我六點鐘回到台去看新聞 然後看完新聞之後 就去和盧密雪 那時候還有楊振耀 三個去選新聞來講 是很辛苦的 當然我每次都是做最輕鬆的角色 就是盧密雪很糟蹭我 輕輕縮鬆完結了一集 你都是被人糟蹭的 通常做的 現在都是啊 我沒有分別啊 現在 就是永遠的M藍 這個節目 我就其實早上沒有的 我真的覺得從那個角度就是 早上大家需要聽些什麼 就是我看了 覺得是有價值的新聞 就去說 其實和我現在YouTube做的事情都類似的 其實很擔心就是 是沒有新聞的 我們簡直是沒有新聞的 我們其實沒有記者的嘛 就是台有記者 是啊 是啊 但是你不會去刨新聞的嘛 截報紙的 截報紙的 我們以往早上叫做所謂獨報環節 其實之後的報紙就越來越少了 就是獨網頁新聞 都有網上新聞 有看其他的 就是 外面的報道 不如我們一會回來 可能要問多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其實一年之前 我們都在想的 就是 其實我們的工作 無論是YouTuber 又或者現在YouTube 又或者在電台 我們其實那個評論工作 其實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Secondary Product 我們是二手料來的嘛 是 第一手料是由一個記者 去前線找到一個新聞出來 然後由他去找一個 Hard Fact 我們去找一個Angle 或者找一個Perspective 但是 What next呢 如果香港其實記者 只剩下很多 你們更加另一個問題 就是已經遠離了香港 究竟作為一個YouTuber 在社會上 或者我們下一步 應該怎樣做呢 不如廣告回來繼續 同文Comments 是一個海外港人線上媒體 以相同語言、文字 提供各種新聞資訊 和一眾香港人 在混沌之中同步向前 同文、同聲同氣、同步同心 希望學為香港下一代提供 既承傳香港核心價值 又兼具國際視野的教育 透過出版、共學 令香港孩子成為 具批判獨立思考的世界公民 集中在關心社會的高學歷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請與我們業務部艾倫莫經理接談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動、社福活動、任何慈善活動 想透過我們宣傳的話 亦可以透過我們一齊和大家推動 好,回到繼續 我真的想說繼續過明頂 繼續有堅尼地正經 我們在廣告之前有說到 就是和智君談過 就是晴朗、光明頂 究竟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在哪裏 壓力在哪裏 我們都要想一下 其實我們首先要問一問自己 我們是感覺到壓力的 這個真的 改變了風格的 但是What next呢? 可以做到些什麽呢? 光明頂就不太做到些什麽的 我們其實都相對地 一些諷刺性的節目為主 所以 幸好這件事本身是一個諷刺融幽默節目 不然我們就早就變成立場 幽默都不行的 現在你變成笑果 你不變立場 是啊 但是起碼你是死到最後那批 你不是第一批 我們不是第一批 但是 我們唯有緊守崗位 就是繼續笑的 但是 情郎呢? 又或者你們現在做YouTuber 出去了 也都跟香港時事這樣有關係 那What next呢? 做些什麽呢? 這個我也是有問自己的問題來的 究竟去到英國是可以做什麽呢? 就是我應該 有些人就 就是我走那一刻 有些人都跟我說 走就走 這些東西就放下 或者是帶著這個身份 繼續去做一些類似的節目呢? 那我一向我走就是希望 在另一個地方可以繼續去說回 本身我在香港可能會就著說的東西 或者卡住的一些題目 就是特別好像剛才說的新疆問題 根本你沒有空間去說的 器官這些也是 沒有什麼空間去說的 那 有些人都會說 一些疑英YouTuber 疑英KOL 這樣 經常走來在那裏查香港台 或者叫做是落香港現在的情況 笑一些叫做流港派啊 流港狗也好啊 哈哈哈哈 這樣 但是我的心態 我不是想恥笑這個地方 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我想做一些 如果Google 一直未被香港封的 YouTube仍然是可以繼續看到的 那我就講一些我在香港講不到的角度 或者在香港講不到的新聞 那在你評估裏面 在你最後幾個月的 晴岸早晨全餐 你覺得有幾個角度 你在香港講不到 在YouTube可以講得回的 還是很多的 我們之前講不到的那些 被人說是假新聞啊 那些都會在YouTube那裏 繼續講 我不管了 即是說自己去 講了才算 六四這些題目也是 就是講周幸彤 拿人權獎 那我在YouTube 我可以真的很詳盡地去講 甚至是加一些評論和感受 但是在商台 就一定不會這樣講 可能只是很簡單地提一句 講不講我都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會在YouTube那裏 那麼詳盡地發表我的感受 你講得對 周幸彤案呢 在這麼久以來 我們節目是從來沒有講過 我都不敢講 其實周幸彤拿了人權獎 還有周幸彤在抗辯的時候 其實她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分析我全部都沒有講過 47人案其實是很值得講的 所以我一直都打算交給程朗講的 請問你們 程朗呢 8至10程朗的話 其實是穩陣一點的 留言上面就覺得 叫司法程序進行中 不方便評論 那一句就可以帶過的 這個47人案和立場案都是這樣的 他們那個處理方法 那我是有點踩踩的 因為真的那個案件是在進行中 但是我都會繼續講的 就是那些檢察官 就是伍淑娟講的那些東西 我都會繼續講的 那是怕踩防害司法官 可能搞你 是搞你防害司法公正那一格吧 但是我是很想繼續講的那些案件 至少讀出來 就算不評論也好 至少就讀出來 我就覺得裏面的人會聽到 就是不要讓他們覺得 大家已經忘記了這些案件 因為我看新聞 信報也很好的 信報也很詳盡的 每天都 信報和明報也很詳盡的 這兩宗案件 都會講回 是的 其實他報導的時候 當然報導是一回事 你看到那個評論 其實我覺得很不足的 這個是真的 就是 不過就是因為裏面有一些 可能那些控方證人 其實他用的 tactic 是些什麼 那究竟你看到 很多人用的 tactic 很有趣 就是他好像不像在幫自己抗辯的 那這些是 就是我們何惠南那些 就根本上就不像在幫自己抗辯的 他好像在幫自己抗辯的 那這些很值得去評論 但是因為在始終案件發生當中 我們又不便評論 那我經常叫沈光輝說 那案件有你的名字 你順便自己說 他又不說的 他現在在外面 證明Mai說找你開會 是的 他當然不說 他再說他的國際事情 我再說自己的事情 那這些就麻煩了 但是我經常覺得 香港應該做這些事情 就是如果去到英國 就靠你們去幫忙 就是 所以我的位置很尷尬 就是我又要回香港 是啊 你是不會走的 我現在來這裡一個月 我下個月已經回香港了 就是我在這裡設定了 沒有安全的 不過我們自己有些其他project要做 就是我其中一個 做了一個foundation的類似NPO 是幫香港的學生 離開香港或者去大灣區的 就是讀書可以 包括大灣區的 就是不要說我們錯 當然 是啊 就是他要去大灣區 我都幫不了他 就是很鼓勵的 都要去幫他的 是啊 就是我說讓大家 去吧 考好一些英文 就去哪裡都可以 所以我還要回來的 就是很… 都不可以說很不幸的 就是很高興地這樣 但是你對著一些不用回來的主持 你會不會害怕的呢 以前會害怕的 但是今時今日呢 我們開始抓到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不要對著一些被通緝人士 我每一次見到人 我都問他通緝了沒有 就是你沒有被人通緝的 我根本沒有了解 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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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到英國都找他吃飯 所以這些都可以的 就是通緝著你就不吃飯了 還是不訪問而已 通緝著就簡直不能見到的 真的嗎 嘩 坐在逃人士 是很容易進入的 OK 明白 是啊 我什麼都沒有說 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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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盡量就避得避 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我們的NPO同事 都有個說法的 就是如果我要回香港幫香港年輕人 那我就不會見這批人的 但是我其他NPO同事 那他根本上有一部分 不是香港人 那就沒有什麼所謂 就是他做回他自己國家要做的事情 是啊 是啊 另外一個 但是你們做YouTube 其實我有一個很擔心的 就是 離開了香港 會不會感覺不到香港的 sentiment 會不會感受不到香港的民情 這個都是 就是 很多人問過我的問題 就是怕去到英國做評論 會怎麼樣 但是我也回答過 其實就是 其實我做評論 我一向都不會說 很真的要 量度那個民情去做的 就是看著整個民情 去再作評論 有時候就是抽空去看這件事 這樣去分析 當然就是民間的情緒 有時候你都會去評論 就是衡量 但是很多評論 如果你就是去看這件事的 本身純粹去看的話 其實那個民情 對於我去做評論 你會有自己的角度 所以都是用回自己的角度去做的 但是也都想帶多些 如果我出去了 會不會可以帶到多些國際的角度 或者是在英港人的一些角度 希望就從多角度去看一下 如果真的離地得太重要 我想都會可以從一些留言 數字那裡去反映得到給我看的 就是YouTube好 幸好就是那個即時的交流 你會很快看得到 那你就慢慢可以去調整自己的方向 或者下面Facebook 在留言給別人查台 就是時候要轉Line了 轉Line 或者是是不是自己的想法 有些偏了一遍 但是有一個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到現在為止都還在想著 就是香港現在so far都還好的 在某一些範疇下面 譬如統計等等那些 都還是準確的 都相對地是有專業操守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看 譬如我們現在評論中國新聞 我們自己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新聞現在是black box 一個完全黑暗來的 我們派不到記者進去 裡面的記者拿不到資料 我們只能夠從一些很實質的 可能個別的案件去評論 以前好少少就是經濟數據 中國的經濟數據 都還有八成真的 不過casebook 就會跟你說八成都是假的 但是近來呢 就真的 我們哪怕以前 相信少少少經濟數據那些 都覺得內地數據越來越假 總有一天香港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始終都要面對一天 你怎麼準備那一天呢 就是我們如果連香港 一兩家最後報紙都捱不住 我們記者其實沒有什麼人入行 就是你看到閉台的記者 就是你舊公司都沒有什麼記者 就是我來到英國都有記者聯絡我 那真是 全部都是以前在哪裡啊 以前在哪裡啊 那個老總在哪裡啊 那根本上就 就是已經全部不是英國了 就是 他們都是隔空報道 我覺得如果更厲害隔空 去報道回香港的新聞 都是特別的 當然英國那些他都有去做啦 那但是 我也不知道啊 譬如我現在國際和本地的東西 我想一半一半左右 就是大概一半一半左右 那我覺得國際的新聞 如果去到真的本地 你沒有記者可以再做的話 是一個沒得解決的現實來的 就是我們在英國更加是 就是沒得解決的現實來的 那如果繼續去做這個節目 那我想一些國際的事件 對於香港的影響 都可以繼續去說的 但是如果真的沒得去做的話 那我希望評論 不是我唯一的工作啦 就是在YouTube上面 就是我慢慢都是 我都喜歡拍片的 剪片很辛苦啦 就是拍Vlog啊 那些拍片我都喜歡做的 那找一些不同的角度 文化、歷史啊的角度 我都想做的 但是因為呢 真的沒得做沒辦法 因為香港記者 為什麼現在還在外面有得做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香港還有一些記者 幫它刮料回來 那這條料不是在香港報的 其實以前在內地跑新聞都是這樣的 就是內地新聞呢 你不用在什麼珠江新聞報道的啦 那你當然在那裡外聘記者 然後透過correspondence 去給外媒 由外媒報出來 香港其實一越來越像是這樣 就是我們是越來越靠外媒 第二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以前外媒的correspondence 在香港是多受保障的 今時今日呢 我自己都不夠膽做 我試過有一次幫商臺做了一個 不是新聞部的新聞料索 就是白紙運動 因為白紙運動 我沒有記錯 新聞部應該沒有覆蓋 有一點點啦 但是沒有做訪問 那時候我剛好在三文化人士 他們有個白紙運動集會 我就是吸了所有的 做了所有的訪問出來 就用一個節目部的形式 做了一個新聞部的工作 哦 這麼有趣 但是next time 就沒有這件事了 這件事都是我不在香港才做到的 如果我在香港要訪問白紙運動 我相信我第二天晚上就做不到節目了 但是我那個明報很厲害的 這件事是有做中國裏面的訪問的 就是都是有人給了他去做白紙運動 我看明報是長盡的 白紙運動 就是順有一些 現在暫時都有一些剩餘的空間 就是很窄的空間 我見香港的傳媒都努力去做的 窄到一個位置 就是因為接下來會立這個《反間諜法》 內地已經立了 香港做了23條的話 你真是典型勾結外國勢力 是啊 我們在外國 你任何一個組織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都可以叫做勾結外國勢力的 而《反間諜法》就是 你過一些資料 被一些外國的人士說中國的情況 和一些外國機構說兩句 那你又說是虧物的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麼物在身上 但是總之他就可以說是虧物 那是真的沒得做 我不用評論了 我真的沒得做 回來了 因為其實這個是 回來了 回來了 不回來了 還是亂按評 因為這個是我 什麼非有一次都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會不會怕自己 越來越像 某一些針對中國很重要的報紙 其實就是 你看到其實有一些報紙 比較多的流料 那當然 它不是說它差的 它也是很努力地做這個中國報道 但是它流料為什麼這麼多 就是因為中國本身是一個black box 那你就會變成流於一堆流料的東西 那一晚它就在辦公室門口 就是談了很久 都在講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會不會遲早變成這樣的報紙 那我最後是沒有解決 我今天都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是啊 中國的資料 你真是怎麼知道哪些是哪些的 但是香港 還有我們最後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如果What if 我們開始都慢慢變成這樣呢 連香港也變成 black box 或者是疑嬰的youtuber 其實你算是好的 因為你啦 曹總啦 那這些都常算 後進一些的youtuber 我們有些youtuber前輩 就開始就變成流了網 哈哈哈 你特別針對的youtuber 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也在台灣 什麼事 我不想外出 很危險 哈哈哈 是啊 不知道你的 哈哈哈 但是真的 這個我要擔心的 其實我沒有解決的 是啊 嗯 我想是從看新聞的媒體去選擇 唯有 就是暫時覺得還有哪些媒體可信的 有時候可能看完這個媒體 再看看其他媒體是有沒有報導 類似的報導 看看盡量做到cost tracking 就做 比如有些台灣媒體報導 看看美國媒體有沒有報導 但是 是難的 就是我們做評論 我們一向都是要依靠這些的報導 就算我在香港也好 我都不會下去跑新聞的 我都不是在前線的 我都是靠看報紙的 你看的媒體 其實跟我現在在英國看的媒體 也都不會相差很遠的 所以就 這個是整個生態上面 如果改變不了的話 就是做評論的局限 我只可以說是 我們怎麼都沒有 我們走進中國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失業 是不是工廠真的整理了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 BBC會的 我做不到BBC 就是 我打算你倉進去 那你報導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評也好 我幫你看英國失業情況好嗎 是啊 但是這個其實接下來會嚴峻的事情 可能我們都要提醒自己 或者大家 不過都沒有所謂的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的事情 會變得很快 也都是可能會有很希望的事情 我們上一年是講香港新聞已死 就是沒有人覺得香港有新聞的了 就是那些記者全部都不做 那些事情怎麼辦 有都不報出來 那最後呢 我看到近來呢 我忘記了哪家民調公司做 香港人現在主要拿新聞的方法 是看YouTuber 就是你們變成新聞報導員 就是你們就是 其實你也知道 就是某些台的幾點的卡士的新聞 就是讀新聞稿而已 那我寧願聽你們吧 都是照讀新聞稿的話 不如聽YouTube也是的 是啊 你看譬如會看新聞的觀眾群 那個年齡層也都是會看YouTube的人 那他們就 所以都合理的 我覺得那邊是看YouTube 你沒有什麼選擇嘛 就是你現在本地的新聞 你覺得不適合聽嘛 那YouTube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心態來的 你選擇你喜歡的角色去聽這樣 但是他講幾多真幾多假的東西 就是那個資訊 可信性 你也是真的 靠你相信那個人而已 其實就是你相信他 就當是真的 這些市場很快反映到的 這個是好事來的 就是 就是你反而大台呢 你習慣有慣性收視呢 他不覺得放一兩單做得很噁心的news 你不覺得嘛 是 YouTube不行的 你放一兩單不行的話 明天就會開始drop一些subscription 是啊 這個是做不到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用上一次的理解 就是以前我們以為新聞已死 那怎知道原來YouTuber 可以替代了現在新聞工作者 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那就是看一下next time 就是會不會可能我們看到 就是假如香港連記者都沒有的時候 那就是會怎樣呢 到時就是我來找你了 是不是呢 OK 是啊 我們嘗試在英國再見 有什麼事情就 好吧 英國歡迎你 離開了就不會說這些 平時你在香港 在象咒還在說Hello香港 是啊 是啊 Hello UK 好 好啦 這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建基於 其實是我們的同事叫我去幫忙宣傳一下 就是1841其實就剛剛出了一本 5月35、六四舞台的一個劇本的紀念版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六四舞台的5月35的話 就自己找到方法去看 但是也都同樣地 因為閉節目就不一定是屬於香港的製作方來的 就是如果香港讀者呢 如果想知道和自己這個適不適合購買的服務和產品 就自己去留意一下自己相關法例 我可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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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你要我馬上拿一本寄給你 好啊 好啊 我要啊 是啊 英國的朋友是可以買的 香港的朋友自己又查一下相關法例 可不可以買 買不到就不要問為什麼了 我們都回答你不到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志君 謝謝Jerky 拜拜 拜拜